攀爬電塔時必須先裝置這個防罪器 然後透過繩索把人牢牢的綁在這個防罪裝置上 記者爬到三層樓的高度已經覺得腿軟了 不過台電人員卻需要爬到16層樓高度 在烈日底下工作一個小時以上 體力不支 先退下 算專業的來 烘素5.3 可以送水了 用水噴灑清洗的不是鐵塔 而是高壓線路上的絕緣器艾滋 空氣汙染就會造成艾滋表面的 囤積一些灰塵嘛 那這個部分就會破壞他艾滋表面 本身的絕緣效果就會產生那個洩漏的現象 他就會造成陷入的跳脫事故 艾滋表面要時時保持乾淨 就得仰賴在高空工作的這群無名英雄 台電員工郭先生在高空洗艾滋一洗36年 55歲的他不但有年輕人的體力 還有高度的公安警覺 艾滋就比較 比較髒的時候 你噴霧的話就產生火花 就很容易發生爆炸 職災風險高 台電人員清洗艾滋 的那個極速汙染 那這個極速汙染的時候 你人員也沒辦法迅速的派員這麼多 這時候就要請那個直升機來清洗 因為它的速度畢竟是比能力的速度快很多 台電長期委託林天航空的直升機 用強力水柱清洗艾滋 不過得穿梭電塔和高壓電線 危險性高 直升機勾到電纜墜毀 兩人罹難 飛機失去動力迫降 兩人受傷 又是一起勾到電纜的墜毀意外 機上兩人殉職 這些電力前線的英雄 用生命當賭注 換來全台的穩定電能 為了減少意外 台電最近使用無人空拍機 代替傳統直升機的地形勘察 空拍機它可以整個在豪雨 或者是說在地震過後 我們可以協助我們人員來判斷說 這個鐵塔附近整個周邊 它的地形地物是不是還完整 空拍鏡頭看見了電塔的偉大 不過為何每一座都有十幾層樓高 台電為什麼花大錢蓋這麼高 當樹木越漲越高 快要接近高壓電線的時候 就會產生散落跳電的意外 因此台電人員加高電塔到40到50公尺 增加樹木和電線的距離 避免發生意外 345千伏特的超高壓電線和人體或動物 距離一旦少於5.5公尺 就可能發生散落觸電意外 而高壓電線的安全距離 隨著電壓不同而改變 在變電所 就算是正常運轉的變壓器 台電人員仍得實時測量 有無異常狀況 因為高壓設備是包含在容器裡面 那所以當我們量測出 有異常的現象的話 我們就會停電下來 使用更精密的引氣來做量測 電力小疏漏可能釀大災 我們來到電力源頭發電廠 這裡的機組同樣不容出錯 燃煤的火力電廠屬於機載發電 煤炭24小時填充 發電機組全天候運轉 向二號機組就創下709天 連續運轉的驚人記錄 設備如果不故障的話 我們都是前載發電 那麼以驚人夏季供電來講 我們四部機都是前載發電 百分之百在發電 機器完全不休息 真的沒關係嗎 根據台電統計 輸配電系統的故障率為百分之一 一旦等到故障跳機 全台供電將受影響 因此定期保養就很重要 這裡是火力電廠的一號機組 透過鏡頭您可以看到 目前工作人員正在拆裝大修 事實上每部機組 每兩年就必須大修一次 因此安排在每一年的10月 到隔一年的5月 進行疫情性的大修 停機維修是為了讓電力走得更穩更遠 電力科技來自人性關懷 對 谢谢观看